好 其中呢可以说是立委的平民级的是这位这个民进党籍的陈廷飞 她的名下没有任何的财产而还有一笔135万元的贷款 为了还债呢 她的办公室费纸全部回收 既来立法院的信封弹也一律重复使用 她本人更是身很大 她从来不买名牌 背的皮包都是来自路边摊 早 回来 早 早 南北赶行程 陈廷飞一身变装 连皮包都是老鼻大妹 不怎么省 怎么行 今年的财产申报 陈廷飞负占135万 为了摆脱债务 陈廷飞省钱大作战 觉得不会去买名牌 但是都有牌子啦 只是说不是从上人家那种 这个欧洲名牌啊那一种 名牌out 陈廷飞剪头房只去评价法郎 喜家姐四百五 珍珠项链朋友送的便宜 黑色外套一千块 内搭白T恤四百 还有这款包包只要八百元 最贵的就是这双 为了跑团的鞋子一千二 学生上下四千块有找 我都是打折的时候买很多双的 对对对 回收废纸用来双面影印 甚至把废纸裁一裁当笔记本 老板省很大 助理办公室用品也很抠门 立院的信封收一收 可以二次使用 别人送的箱子可以用的可别丢掉 还可再次利用 房客送的离 东西吃完了 纸袋可不能丢 原目标是 我们外面的东西都要留下来 再次利用 现在把东西聚集在一起 发现原来自己平常做了这么多事 对对对 办公室的文具都是二手利用的 下次收到陈廷飞记的信 看起来拜拜耶 可别太计较 周天新的光树林家园台北采访报道 大家 Nintendo